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呢 我在出国前 我上班的地方 就是我要去代客 那代客的地儿呢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上班在太原 代客呢 在太原旁边的古郊市的一个镇上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我真的是 前几天呢跟人聊起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再回去看一眼 我之前上课的地儿 也不知道那边变成什么样了 我觉得这过去十几年的发展 应该是变化非常大的 也许我来那个地方都找不到 但如果能找到呢 请大家一起跟我去 那去之前呢 先给车送点电 首先呢先去送个东西 送什么东西呢 特夸张啊 我在我车后面放了辆自行车 这自行车呢 是我表例的 给它送过去 Model Y装东西 巨能庄 还行 经常充电的就是自己一辆车 有点小孤独 这个地方我上次回国的时候 在视频里带大家转过 这是太原市文英公园 这公园呢就中间一片大湖 里面有个小桥 周边呢 很多啊 就是人过来会散步 一般都是年纪大一点的过来 就放松放松 今天正好是周日 这边公园里人还蛮多的 那这个公园呢 很凑小 以前也是我经常逛的 逛的地方 为什么以前会逛这个地方 是因为以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如果去一些这种收费的地方 咱先去不了 所以没事呢 就来到这免费的公园里走一走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收入一个月底薪只有六百块 前三个月还没有提成 今天真的是想带大家感受一下我那时候工作的一个状态 那我当时在什么地方上班呢 我们去看看大概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是我在找到工作之前去面试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的电脑啊什么呢 在这被人偷过 偷了之后的小偷被抓住了 然后发生了一些我不想说的事儿 我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个楼上 我忘了几楼了 可能七楼还是九楼 然后呢 每个月工资六百 那个时候当老师 每周的周三周四周五来这儿备课 然后周六周日呢 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非常的远 再经过了非常漫长的隧道呢 现在经过的古郊市 古郊市呢 是我第一次我开车来这边 因为之前呢 我上班的地方呢 是坐火车到古郊站 在古郊站呢 是直接坐大巴到下一站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抵达的那个镇子 那说实话 现在我看到的一切呢 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 之前没有来过这边 我应该是沿着这个坟河公园走的 还可以听到那边有人唱歌啊什么的 挺有意思啊 看着古郊市呢 给我感觉就有点像这个 九十年代末河这个 两千年初那个感觉 但整体 街上这个汽车的 这个发展程度是很高了 以前没有这么好 古郊啊 这个城市呢 是这个完全以资源 围绕着资源建的城 这个我看了一下 我没有见到任何一辆新能源汽车 那特斯拉呢 我开着过来 我估计是整个这地方 唯一一辆特斯拉 主要是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附近根本就没有充电站 我是真希望这古郊市 赶紧把新能源汽车给弄起来 因为这个道路环境 这个阳尘啊 还有这个烟尘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个大车真的巨多 整个路上全都是 各位啊 我之前上班的 确切的城市之一到了 不是城市 城镇之一到了 就是我面前 但是 我乍一看 变化非常大 我们先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故事呢 是13年前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幼儿园呢 这是我当时上课的地方 我刚才进去溜达了一圈 里边那个一楼的大教室 已经现在已经改成了 这个一间一间的隔间了 那二楼呢 已经住了人了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上课的地方 那我们看看上课的环境 我其实来到这儿呢 是走了很长时间过来的 这边呢 跟13年前变化特别小 你看 外边就是山 这个是马兰镇的一个曾经的幼儿园 现在呢 我沿路上走过来啊 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学校了 那当时在这儿带课 是每周末来这边上课 周六上完课 周六晚上睡在 刚才那个幼儿园的桌子上 撑一晚上 为什么 因为 大家现在画面中看到这个 马兰矿这个宾馆呢 当时是25块钱一晚上 我的工资呢 当时只有600 所以我省下来不住了 身后呢 就是这学校 已经有点破旧了 应该是不怎么用了 学生也不可能来了 因为后院那树已经倒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之前上课的地方 二楼上过 一楼也上过 然后现在对面呢 有一个新的中学 是第十中学 之前是周日下午下的课呢 我要在五点半去赶车 这条道呢 是五点半一定要走的路 然后之前大家看到那边呢 是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 就是贩卖店呀 销售店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当时这边光秃秃的一条路 现在过了13年 修了点这个 店铺 旁边有卖这个零食的 买熟肉的 卖包子 以前要是我上班的时候 有这东西 我估计下班之前啊 先买点吃的 吃饱再回去 但是当年呢 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沿着这道路 一直走下去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前面的小区呢 是这边的一个 矿上的职工 下了班之后呢 住宿 就是他们家 以前当老师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做家访 所以说压力非常大 每次做家访的时候 你不知道家长在不在家 来了之后你就得 登门造访 关心一下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家长也要辅导一下啊 就是压力非常大 因为每个家长对待你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非常好的一面 就是当时我记得家访的时候呢 家长素质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你看这边又是我之前没见过的 这是一个古礁石像 很多都是新的 我之前没见过 就是过去13年之间发生的 这个建筑物呢翻新了 路呢也翻新了 之前我记忆当中 这个建筑物是完全不存在的 就没有它 现在在马兰镇上面 修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算作是我记忆力超群吧 之前这条路上是没有卖东西的 现在也有了 多么便民啊 是吧 过来买点什么菜 直接就买了 补牙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上啊 以前在林芬也见过 老头老太太下棋 漂亮 其外我直接卖菜的 不用去超市了各位啊 直接在这买 菜价呢是非常的便宜 卖菜的还挺多 所以说你看这下班之后 直接过来买点菜回家 这日子过得多舒服 好我们到了广场了啊 我们到了广场了啊 哎呀 这边这个有这个 跳那个广场舞的 这边还要卖衣服的 非常好 这个以前是绝对不存在的 哪年修的我也不清楚 如果有任何人啊 咱住在马兰这块啊 可以跟我说说 哎呀 走过一个 哎呦还不能瞎踩 这个玻璃占道 然后这也就是广场了 这晚上应该不错啊 你看 这一大屏幕 晚上应该会亮起来 哇 人还挺多 今天毕竟是周日嘛 所以说我出国这十几年的变化 包括这镇子上的变化 都是非常大的 可惜啊 我当时来这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建筑物 我这什么都没享受到 现在文化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每到周日晚上啊 下午五点半我下课了 我要赶六点的车 然后坐大巴车大约是半个小时到古交站 就是火车站 到了古交火车站呢 再等下一辆火车 再坐火车呢 直接去太原站 太原火车站啊 然后在火车站呢 再坐公交车 回到家 一般到家呢 都 挺晚的了 都是一天 啥也干不了 然后我身后这个建筑呢 当时就有 这个完全没有变化 然后对面这个马南医院呢 当时也是 没有变化 然后我开车来的 哎呀 先把东西放上去 然后这个市场呢 当时马南镇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你想买点啥都有 水产现在有啊 之前好像没有水产 小龙虾都有 这个 物质文化生活全上了 还有一些干货 我记得之前 在往前走呢 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面馆 然后叫马南拉面 我不知道现在它在不在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镇上的生活 当然了我这么讲 大家别笑我啊 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我只是想回忆回忆 当时我那生活 现在人是巨多 还是没找到我 但是应该快了 我记得就在这附近 非常遗憾 刚才在那边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我拉面馆 然后问了一下 已经不干了 已经不干了 所以这就13年 变化了 今天呢 确实非常非常的遗憾 没有找到我之前 也不能说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面 也不说特别喜欢的一家餐厅 只能说当时我那个生活环境 生活的状态 或者说生活的一种窘迫感 因为一个月600块钱的工资 再加上代课费 就来这个地方 就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么困难的来到这边 然后每周要几乎两天时间耗在另外一个不太熟悉的城市 或者说这个镇子 那这个地方呢 只是我当时上班的时候的一个代课点 后来我有去新州 也去古郊市区也去代课 那这个为什么很特别呢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代课来到的地方 就是我当时我的职业是一个英语培训老师 就是只是培训一些简单的英文字母 英文单词之类的 然后学生呢都是一些小孩子 那我对这个地方感情就是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来 然后来了之后呢 有个老师带我 也算是我步入社会之后呢 第一份比较正式有收入的工作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 来到这里之后这是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呢你要经过很长度跋涉才能抵达的一个地方 就来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坐大巴坐汽车 没有任何其他非常非常方便的方法 然后古郊市呢 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呢 也看到这个是一个资源为主的城市 包括这个镇子是整个被周围的一个厂子撑起来的 所以说他们所有的职工他们上班的地方就在那里 这边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13年的一个变化 我当时来的时候实话说 这边相对来说有点那个很质朴 就是没有这么乱 现在来到这个时候发现这个路边摊很多 然后你说地上有多干净也没有那种很显著的变化 那但是当然也有好的一方面 比如说那边有很大的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场 这个是好的一方面 那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给我的感觉 就是13年过去了 然后我从太原来这边的时候 太原的发展就这种大城市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但是对于这种小镇子13年过去了 真的很难讲就是建筑上或者说你观感上真的没有觉得有一个很面目一新的感觉 那多数时间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点 就是说我来到这个镇子之后呢 给我的感觉有点回忆到90年代或者2000年 就这种感觉 那这种制服保持下来是很好的 但是你说城市发展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快乐 可能是有点忽略我们这个乡镇的一个发展 起码在马兰镇这边我看到了 包括宾馆医院以及那个废奇的幼儿园 他们在这些年当中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当然这边多出了一些小学 所以你看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发展 但是整体人的生活我来了之后 还是之前那种挺幽静的 好像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这里 也许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可能这种感觉不是变化很大 所以镇子上的生活呢 在我们中国实话说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你特别容易留住你之前的回忆 因为它的变化非常的慢 那大城市发展真的快到闪电 这就是我回来之后 第一次对比了城市跟镇子上的一种变化之后 我心里想说的就是也没有好一坏吧 反正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就是我生活当中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然后六百块钱一个月能赚一千块钱 但是我当时确实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趣 然后13年过去了 又出国又回来折腾来折腾去 对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看到了以前非常熟悉的画面 我觉得蛮不错的 但这种不错呢 伴随着一点点负面 就是发展在这个地方有点慢了 还是希望 也许可以更快的发展 就像山西太原一样 一年一个变化 毕竟咱那个古礁市也是太原的附属市嘛 在这里就变化 那些人心里没有想法 我们下个大选中 那么对我来到这些地方 也许可以教计再开架